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因为有时候小孩他就是逼你 就是强迫你一定要去很快速成长 趁自己还可以学习 还可以进步的时候 要把握这个时间 想要让自己进步 先要有一个环境 你要找到一个是比较积极的环境 再也就是你要自己逼自己 房价自己去做一件事情 往这条路走 先改变自己然后去影响别人 把问题当作是一个机会 觉得现在比较会解决根源的问题 把它当作是一个 又是多一个增加自己能力的机会 觉得金流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刚创业的时候 规划说你要有一点精力的概念 所以很多东西要有兴趣 所以很多东西要有兴趣 遇到不会就是学 实际上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蛮有趣的 其实有的人会问我说 你怎么有办法在这里待那么久 一路来看老板他们这样创业过来 所以我是蛮相信他们的 一直在往上爬的那种感觉 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